受到了西南风影响 高雄跟台南地区在今天一大早就出现了惊人的雨势 而其中在高雄巨蛋旁的街道 还因为雨水宣泄不及 人孔盖出现了两座小喷泉 不只是强降雨还伴随着雷声 就民众拍下了天空出现了分层 整个市区被乌云笼罩 而另外在台南东门路还有自由路口 也因为强降雨马路变成了小河 还有学生的鞋子飘走找不回来 游览车停等红灯 但轮胎旁边居然出现两座小喷泉 咕噜咕噜的水不断涌出来 这里是高雄巨蛋旁边的街道 雨水宣泄不及 出现人孔盖喷泉 撑了免费的水乐园 而在民族路靠近南紫一带 整个马路都是积水 车辆满速度惊险涉水而过 前阵区扩建路 机车经过也见寝惊人水花 还以为在骑水上摩托车 而在人物区则有驾驶 因为积水看不清楚道路边界 整台车栽进水沟困在烂泥巴里 受到西南风影响 机号一早高雄地区不只出现强降雨 还伴随闪电雷声 就民众拍下天空居然出现分层 整个市区笼罩在乌云之下非常惊人 而在台南也降下大雨 十字路口变成小河水淹半个轮胎高 有同学的拖鞋随着水流飘到马路中间 想救也没办法救只好赤脚 我觉得很危险 因为今天也有三个国中生 全身都湿了从对面跑过来 拖鞋就飘走了 飘到旁边的路口不知道去哪里 台南东门路和自由路口 当地民众就说只要强降雨超过十分钟 绝对会淹水令人非常困扰 另外在林森路地下道水流滚滚 车道一度封闭 得到积水退去才再度开放 西南风为南台湾带来惊人雨势 提醒民众出门务必多加注意 记得台南高雄综合报道